不管是什么,你想到,你就先去大胆尝试 如果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成功了,然后你走下去 你发现这是一件你热爱的事情 不是很好吗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是跟我的意大利语老师Elisa 在日内娃高等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宿舍楼的天台上录 然后这个天台我觉得其实也非常契合 有可能我们之后要涉及的内容 因为在日内娃我觉得这个天台 因为其实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在后面其实我们可以刚好看到这个Jettle 日内娃的大喷泉 然后这边有各大国际组织 联合国万国公劳工组织 其实像组织反正所有的这种大型国际的组织 都在这儿可以一览无余 我觉得就是其实是这个学习国际关系 国际事务的这些同学心中的一个理想的 高度集中化的一个体现吧 今天跟我坐在一起的呢是Elisa 然后其实Elisa非常年轻 年轻有文 你是01年出生的是吗 是的 然后我其实是去年在这个学校毕业 然后你是今年马上要入学了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的故事 你就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叫Elisa 今年23岁 然后我是一名出生在意大利佛伦萨的华侨 我父母来自中国浙江 那你是怎么样跟日内瓦结缘的呢 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过来进行一个交换 因为我本科是在意大利读的 然后欧洲国家之间的话 他们会有一些特定的这种条约 我当时参加就是Erasmus的一个项目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20年的时候应该就过来交换了 但是因为疫情就一直没有过来 然后等到21年秋季学期的时候过来 然后在这边待了五个月 在日内瓦大学交换 然后那个时候也认识了很多高院的朋友 以及一些在国际组织实习的 非常优秀的学长学姐们 后来就觉得我对联合国还是非常有光环 所以在我本科毕业之后 我决定先GAP一年 然后过来做实习 先确定一下自己想要的 以后走的方向是什么吧 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口译跟笔译 但是在大二的时候 我已经意识到我不想再走这条路 但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我想要走什么路 所以我就觉得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去练码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聊 就从头聊起 其实你是一个生活在 生活和生长在意大利的一个华人 但是其实从你的普通话 口音完全听不出 你是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 就是其实我们两个结缘 也是因为我 硕士论文的时候 其实写的是意大利的华人华侨 然后其中的女性领导力相关的话题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 然后我们就是认识了 然后其实我今天也非常想跟你探讨一下 关于这个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其实你说的 就是你说的语言非常多 对吧 你精通汉语 意大利语 英语 还有什么法语 对 还有 我初中的时候 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法语 然后高中学了德语跟拉丁语 然后大学的时候再学了日语 其实你说那么多语言 你不会混乱吗 其实有时候是会的 特别是工作的时候 因为上学的时候是一个课时 我知道这一门课是英语课 那结束之后 我的大脑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 然后再切换成法语课或者其他语言 但是工作的时候 经常可能就是需要英语和法语切换 那种时候会觉得脑子比较混乱 但是像中文跟意大利语的话 这两门语言是我比较熟悉 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跟我的朋友也是 这两门语言交换着 一起去使用 所以我会比较习惯 就经常我跟我朋友在一起聊天的话 特别是跟我一样的意大利华侨 我们有一半的东西 可能是用意大利语说 一半的东西用中文说 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累 我们可能就会说 我今天很累 对 我能够relate 我能够 你看 就是我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跟我妈说 我就不会穿插任何的英语单词 但是我刚刚跟你说 我说我能够共鸣 然后我就跟你说 我能够relate 那你其实 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 有没有跟你一种混淆 或者说 就是直接这样去问你 你觉得你自己是哪里人 你会怎么说 其实这个也是我最近非常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别人问我 你来自哪里的时候 我会怎么向别人介绍我自己 我发现就是我在意大利的时候 别人问我从哪里来 我总是会说我是中国人 但是来日内瓦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地方 别人问我你从哪里来的时候 我总是会说 我父母是中国人 然后我会说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出生长大于意大利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 对我自己的身份是 就是他们是组成我身份的两个部分 就是缺一不可 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 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意大利人 我觉得两边都有影响到我 你觉得这会困扰你吗 还是你觉得其实这是 其实在我看来 我会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东西 就是两种文化在你身上完美的如何 然后你其实非常深度的能够理解两方不同的东西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是觉得是更多的是一个困扰 还是一个plus 是一个优势 我觉得从小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些困惑 因为以一个小朋友的角度去看来的话 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跟身边的人不一样 为什么我在一个不是 我在家里面会讲的语言的国家生活 你在家里讲什么语言 我们在家是讲中文 跟我父母 普通话还是这条 方言跟普通话都有 就更加混了 对对对 就是三种语言从小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困惑的时期是初中 因为小学的时候 就大家都还是小朋友 也没有太去往这方面想 但初中的时候 大家就是身边的人也会有很叛逆的人 然后也会有那些 可能会种族歧视你啊 或者是说看你是亚洲人 就会对你就发一些不好的言论 或者对你 他们就会 就是在意大利当中有个单词叫Chinese Eno 或者Chinese Eno 然后这个Eno或Ena的话 在这个单词里面是贬低的意思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小中国人 对这是他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单词 或者他们会做一些咪咪眼的动作 来时刻提醒你 你的眼睛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就会这样 对用手去做那个动作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 我特别想否认自己的中国身份 我会觉得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会觉得特别的frustrated 但是后来上了高中之后 我离开了我那个社区的那所初中 因为在大利上学的话 是看地理优势 就是哪所学校进你就去哪所 但上高中你是可以自由选择 你想去的学校 然后那个时候就报考了一所 我们当地算是最好的重点高中 然后那个时候进入高中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 真的是取决于你跟什么样的人hang out 就是取决于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环境真的会对你影响特别大 我在那所高中我遇到的人 他们不会因为我的亚裔长相 或者是因为我的亚洲人的姓名 而去给我下定义 就当然他们也会好奇 他们会说你是哪里人 或者是你父母是哪里人 但是他们不会毫无理由地去攻击你 也不会做一些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真正开始去接受 我自己的中国的这部分文化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不再抗拒跟别人说 我的中文名是什么 我也会跟别人去分享一些 就是我从小到大听到的 或者我接触到的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 因为我其实你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说我们在日内瓦遇到过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同事也好 其实真正对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人来讲 他们是很习惯的这种全球公民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每个人他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就爸爸是这儿的妈妈是哪儿的 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大融合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可能全球化再往前发展的话 可能像你这样背景的 就是多种文化融合背景的人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多 当这类人群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类人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狭隘说 你一定要来自哪里 或者说你不跟文部一样 所以我们不接纳 你这个样子 对我确实也觉得在日内瓦 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可以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但是在意大利的话 特别是小城市 你是很难去遇到一个外国人的 特别是生活在那里的外国人 大部分都是游客 对也可能是每个国家 对于外国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对这个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你最后本科选择了读口译读翻译 这个就是也跟你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吗 就是你选择去共同语言 我觉得语言一直对我来说 是一个passion 也是我的天赋 我知道我的天赋在哪里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其实并没有想好 我大学想学什么 但那个时候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喜欢法语 我也不知道以后能用法语做什么 但我只是单纯因为热爱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专业 然后即便现在可能我未来不会再做 跟翻译有关的工作 我也不后悔我的选择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走的每条路都是有用的 然后它都可以给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我觉得语言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我的优势 我利用这个优势去开启另一扇门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其实因为我从小我也是特别喜欢学语言 就对于我因为我实际是在国内长大 出生长大的 我学第一门语言 学英语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很难了 然后后面开始学西班牙语 然后学西班牙语 我觉得差不多去我在南美生活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 我又觉得好像西语和英语又有点混淆了 西语后面就是慢慢的又丢了 然后现在来到日内瓦之后呢 又开始学法语 法语高不成低不就的 然后又开始接受意大利语 你看现在就是每周 我还让你给我补课意大利语 就是我很喜欢去学 但是我觉得我在汲取这些知识的东西 没有办法去运用它 然后我就很混乱 现在我就觉得说其实 中文和英语算是留意的之外 我的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就混成一盘 我就是傻似不像 就是每个语言都说不好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像你这种状态就能够自由地游走 在不同的语言自由地切换 就是你可以说是这几种语言 都已经能够达到无语的水平了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你在说每个语言的时候 世界观和价值观 或者思维方式都有点不一样 或者是你的性格有点不一样 就是你有那么多的语言 在你的脑中的同时存在 而且你可以自由地切换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对我来说 其实会比较简单明了 因为我从小就是两门 意大利语跟中文 然后我之后在学英语的时候 其实它算是一个单独 我学的一个语言 但我去学法语的时候 它其实因为我有意大利语的基础 所以就好像法语跟意大利语 是差不多的 对归为一类 然后我再去学别的语言的时候 我总是就试图在他们身上 找到一些共同点 比如说我学德语的时候 我也觉得它跟英语有很多的共同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具备两种母语 让我能够更轻易地去掌握一门新的语言 然后试图在那门新的语言当中 找到一些跟我已经会的语言的一些 相通的点 当然我觉得我每一次说不同的语言的时候 整个语气或者是我说话用的单词 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比如我说英文的时候 因为我学英文 我运用英文主要是在工作场合 所以我觉得我说英文的时候是非常formal 就是非常正式 但是我说意大利语的时候 因为我一般都是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候 才会说意大利语 我整个人我觉得我也会更加的放松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换一门语言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态度 其实对于你来讲 就是对我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就觉得好羡慕 然后我觉得 就是会很多种语言 一定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怎么讲 就是你对一个 我觉得你对世界的感知的能力会更强 因为你能够去接触到 很多不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那一面 那你就是 其实你已经是处在这种 世界多元文化的交界处了 然后你非常清晰的意识到说 你自己的天赋和背景 是如此的独特 然后你 而且你非常有这个自我觉察的意识 那你对自己的期望是怎么样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吧 不管是以什么形式 我觉得我的价值可能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工作去体现 如果能够在一个很大的平台 或者很有意义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 当然是好的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下都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或者自己的价值也不并不一定要通过工作 我16岁那年的时候参观了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跟我的学校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走进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 所以也是那个时候我才对联合国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 也是后来我才一步步走到任联网联合国 但是进去之后会发现很多东西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可能那只是一座城墙 也可能不是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 所以现在还在探索的阶段 没有一个说我一定要维持奋斗的目标 其实在我的眼里看来你已经非常的优秀 就是你本科毕业 然后已经在任联网联合国有三四段 三段工作经验 然后这个gap year之后 今年9月份要来高院读研究生 你觉得就是如果短期的目标的话 你觉得会是什么 现在想要探索什么 就你说到说对联合国的想法可能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其实可能很多去过联合国时期的人都能够get到你在说什么 那你觉得现在你想要探索的是什么 我觉得接下来主要还是好好学习吧 回到那个学术的圈子里面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因为我换专业 然后要去学国际事务跟国际发展 也是一个我之前除了工作以外 不太有接触到过的一个领域 我觉得我对学术很感兴 说不定以后可以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 或者就是在读书期间继续去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去错关自己的眼界 因为我的专业 我的specialization会是 global health 其实我对这个领域没有太深的一些认识和了解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探索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感觉你看有那么多的组织有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文化 如果你去选择 我觉得感觉还是就是未来是 虽然可能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很确切的路 但是肯定还是天高地阔的 然后你刚刚讲到说 人的价值不一定要在工作上体现 就比如说你的 你现在是一个意大利语博主 大家一定要去小红书关注 Alisa的意大利语频道 你觉得你也有想在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传播语言 或者是就是你的thinking process 这个在这方面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一开始做那个频道的初心就是 因为我知道在意大利或者是在全世界 可能有很多想要学意大利语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条件 或者是说他们需要这种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 来去学习一个语言 所以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其实我开始很简单 我觉得我擅长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对先去开始做 先不要想这个东西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敢想敢做 然后就开始做了 包括现在其实我继续坚持做这个东西的原因 也并不是因为我想要靠它的盈利或者什么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通过这个平台 去获取到一些东西 即便这个需要我每周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 即便它可能没有任何回报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实现我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说得好 而且我想跟你说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我觉得每个星期刷你的视频中 能够学到很多意大利语小知识 希望你能够坚持做下去 然后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对于你来讲 梦想跟梦想就是子最贴切的一个地方在哪 我觉得它可以是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国家 也可以是我没去过的任何一个国家 我觉得在20多岁的年纪可能 不应该把自己先局限于一个地方 就是去探索 然后在探索当中发现自己热爱的地方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梦想可以在这里实现的地方 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 对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 让我觉得 我就想地址在这里的感觉 今天我觉得在你身上我学到最大的一个点 就是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 其实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要是真的去做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包括我在内 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也是就在不断的尝试之中 你至少可以知道自己不热爱什么 然后更喜欢去做什么 然后你就很简单的 然后想去做这些环作的事情 然后认清自己 就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独特的 每个人的背景都不独特的 也没有说就是 就是哪个更好哪个不好 我觉得我相信啊 未来的世界肯定是越来越融合 越来越包容的 然后我们每个人只要大胆去接受自己独特 独一无二的这个背景和经历 然后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 我觉得就会创造出处于我们自己的价值 对我觉得不要太去在乎别人的看法 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然后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热爱的是什么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就是先去做 不管是什么 你想到你就先去大胆尝试 如果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成功了 然后你走下去 你发现这是一件你热爱的事情呢 不是很好吗 天呐 我觉得我就每次见到你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不是你00年出生的 我觉得非常的沉稳 我觉得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和这种经历 让你就是造就你这种非常从容淡定的性格 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 谢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就遇到遇到个招呼 OK大家好 我叫Elysia 然后今年年纪已经到13岁 我来13岁 我觉得我今天在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 就是 应该去够一个你点起来脚 再蹦一蹦你够到那个东西 而不是说我现在我现在坐在这儿就能吃到的脖子 也不是说离你距离非常非常遥远你才能够得到